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计有近两千万人死于沙场 两千多万人在战争中受伤或流离失所 其中像马鞍河之战 索姆河之战等著名战役 在一周之内就导致参战双方四五十万人丧生 在人类历史上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 战争结束后 德国陆续出现了描写这场战争的文学 作家恩斯特·荣格尔曾经亲历过战场 他的回忆录《钢铁暴风雨》把战争描写成自然事件 另一位小说家阿诺德·茨维格 他的作品《格里沙中士的案件》虽然是反战的 但是主要聚焦于官员 将军等所谓大人物的行动 没能触及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直到1928年 雷马克在德国的福斯报上 连载他的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的时候 人们才意识到 一本真正伟大的小说终于出现了 雷马克那时不到30岁 是一家知名媒体的编辑 已发表了两篇长篇小说和200多篇文章 十年前不到20岁的雷马克在老师的鼓动下应征入伍 经过半年多的训练进入西线战场 结果一个多月就因受了外伤而住进战地医院疗伤 虽然参战时间不长 但是这期间的经历足够他毕生难忘 在《西线无战事》中 他一方面用鲜活生动的画面展现战争的荒谬真相 另一方面 他着重对那些18、9岁上战场的年轻士兵 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他说 那些青年人本来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却因为上了战场而突然面对死亡 有一些人就算侥幸躲过了炮弹 人生也已经被战争所毁灭 当时的一位评论家说 这本小说超越了国家利益角度上的是非争论 是为无数死难的无名士兵树立的纪念碑 小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因为连载这部作品 福斯报的发行量随之猛增 1929年初小说出版了单行本 一年半后已经卖出了100万册 如今它已经被译成了近60种语言 总印量达到3000万册 是世界上印术最大 流传最广的文学作品之一 也是无可争议的最顶尖的反战小说 《西线无战士》这个书名 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性 一战一共打了四年多 德国人在东西两线与敌国交战 在后两年中 许多德国军方的报纸 在刊发战况报道时 都会习惯性地写一句 西线战场没有任何新的战事 而事实上 德军的西线战场早已杀得失衡遍野 军队死伤惨重 《西线无战士》 这句轻描淡写的谎言 掩盖了成百万军人的痛苦毁灭 无数家庭悲伤破碎的真相 西线无战士共分十二章 主要人物就是一组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士兵 其中最主要的四个人 来自同一学校同一班级 也是一起上战场的同龄人 他们都是步兵 一起入伍 一起接受十个星期的训练 一起吃饭 一起被推到了西线战场上 和英军法军对垒 故事的叙述人 就是其中的一个步兵 名叫保罗伯伊尔默 他用第一人称 讲述自己经历的一个个场景 他们时而向战场开拔 时而在野战医院里疗伤和探望战友 时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时而彼此掩护 联手对付上级的处罚 时而与战壕里肆虐的老鼠展开搏斗 时而在炮火声中 魂不附体几乎丧命 十二个章节 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讲述 这些士兵参军后 立刻见证了战争的真实面目 第一章小说首先描述 伯伊尔默等四人吃了一顿饱饱的战地午餐 正在享受下午时光 然而实际上 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役 连队总共150人 遭到英军战斗机的轰炸 被炸的只剩下了80人 但是死亡的士兵腾出的口粮额度 让他们得以吃到了更多的食物 能抽到更多的香烟 在伤员中 有一个是伯伊尔默的铜箱 兼班里的铜桌 名叫科莫里希 他被炸成了重伤 在被送进野战医院之后 伯伊尔默等人去看望他 看到科莫里希 已被高位截掉了一条腿 医生过来寻房的时候 走过科莫里希的床边 看都不看一眼 拿他当已死的人一样 在科莫里希的战友之中 有一个名叫米勒的人 看到科莫里希快不行了 就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他对科莫里希的一双 比较昂贵的皮靴子 寄予已久 就凑到病床边搭讪 企图趁科莫里希还有一口气 让他主动开口 把靴子送给自己 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讽刺语气 而这种语气 也常常出现在士兵们的交谈中 伯伊尔默说 在学校里老师一直尊尊教导我们 说国家有多么伟大 为了国家奋勇出征 是多么光荣的事情 于是在去兵营报道前 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去理发店刮胡子 我们觉得自己赶上了一个大时代 必须整洁体面地去迎接战火的洗礼 把自己淬炼成铁骨铮铮的国家卫士 可是在随后的训练中 我们不仅把之前学的文学 哲学 历史和科学知识完全扔掉 在脑子里塞满了敬礼 立正 列队行进 举枪致敬 向右转 向左转 邪后跟咔嚓一声相碰等等 军纪军令 还领教了长官如何辱骂 刁难下属 他们受训时的长官 就是一个虐待狂 伯伊尔默和几个战友 只能暂且忍让 寻找报复的机会 伯伊尔默说 我们一进军营 就在体会着幻灭 我们对军队威武的向往 和对战争神圣的想象 是如此脆弱 如此的不堪一击 而当我们第一次真正上战场 第一次真正听到炮弹的轰鸣 和机枪的吼叫 我们就完全告别了过去的自己 我们明白了一切 明白了老师所尊尊灌输的 那种世界观 那种爱国主义 那种报效祖国的英雄情怀 全是空话和谎话 明白了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也明白了自己对死亡 有多么的恐惧 在明白的同时 我们也瞬间就变老了 我们都没有做叛变者 或者逃兵 而是继续热爱祖国 在每一次进宫中勇往直前 然而心中已经充满了孤独感 也知道自己只能一直孤独下去 在战壕里休整的时候 他们经常说起学校里的事 互相拿在校时学过的那些文化知识考别人 问着问着彼此就都笑了起来 那些知识听起来都那么高高在上 现如今却都毫无用处 他们还接到过老师写来的勉力信 信中说 你们都是钢铁青年 我为你们而骄傲 读到这种词句 博伊尔默和战友们都直发笑 心里却充满了凝重的感伤 笑是因为这种空话不能再蛊惑他们 只是暴露出自身的荒谬 而感伤则是因为他知道 自己已经心如古井 只能体会人生的讽刺 而再也找不回青年人单纯的热血和冲动了 小说来到第二部分 集中描述士兵们的战争体验和心灵上所受到的影响 博伊尔默向我们描述了他所经历的一次战斗 上午他们又要面对英军的轰炸 在这条前线 英军一向是十点开始炮击德军阵地 这一次却提早了一小时 成敦的炮弹倾泻下来 士兵们不管在平时的训练中多么威严整肃 现在都凭着求生的本能紧紧贴住地面 一秒钟都不敢离开 在极端的恐惧之下 士兵对大地产生了痛苦的依恋 书中写道 大地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像对于士兵那样 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当他久久地有力地紧贴着大地时 当他在面对炮火的极大恐惧中 把他的身体连同脸和四肢 深深地埋在他怀里的时候 大地就是他唯一的朋友 唯一的兄弟和母亲 他把自己的恐惧和叫喊 都发泄到了大地的沉默和安秘中 大地接受了他的恐惧 他的绝望 当天晚上 他们又转移阵地去面对法军的进攻 作者描写法军发射了信号弹 一发接着一发 一时间空中布满了绿色蓝色红色的星雨 每个信号弹张开愁致的降落伞 徐徐飘到地面 把一切照耀的亮如白昼 德军士兵看到自己的影子轮廓 鲜明地投在地面上 接着 大炮和机枪响了起来 作者又写道 大口径的重炮夹在小炮弹之间发射 像风琴一样奏鸣 射偏了的炮弹划破夜空 像发情的公路一样 沙哑地吼叫着飞向远方 而地面的探照灯 开始搜索黑茫茫的夜空 当两股交错的灯光 锚定了一架战斗机的时候 这飞机就像一只被捕获的昆虫一样 惊慌失措 晕头转向 这里的比喻和抒情越是优美 战争画面就显得越是残酷 编队里有的新兵已经被吓坏了 浑身发抖 欲哭无泪 这时 博伊尔默这样稍微早两个月入伍的人 就得拿出老兵的姿态过去安抚他 跟他说 你刚才又顺利地度过了一次炮击 你很快就会完全习惯的 但炮击很快 又开始猛烈了 博伊尔默的头盔挨了一记弹片的撞击 他几乎晕了过去 只有两只手在地里疯狂地乱跑 他感到大地都崩裂了 他只想尽可能深地钻到地下去 手把从地上能抓到的任何东西拿来掩护自己 他抓到了一些碎木片 然后又抓到一只袖子 一只手臂 他喊叫了几声 但没人回答 原来他们正在一片公墓里 炮弹把地下的棺材和死尸都给炸得翻了出来 然后炮击稍许停息 敌军开始释放毒气 博伊尔默他们各自戴上了防毒面具 一动都不敢动地蜷缩在这片墓穴里 感觉到毒气沉降下来 犹如一只只柔软的大水母 游动到他们身边 躺在他们身上 毒气放后 雨点般的炮击再一次开始 墓穴里的棺材被炸到了空中 又掉了下来 死人到处横飞 博伊尔默他们用棺材板遮蔽自己 或者固定受伤的肢体 他惊讶地看到 那些埋在这里的死人又死了一次 可是每一具被炸得粉碎的尸体 又救了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的命 在这次炮击战中 连队总共死伤了13个人 其中两个死者就躺在被掀开的墓穴里 其他人只需要挖点土 把他们直接埋掉就可以了 部队撤退的时候 士兵们一个接一个 默不作声 无精打采 筋疲力尽 天上开始下雨 博伊尔默说 雨水躺到我们头上 躺到受伤的新兵的身上 也躺到战友的墓地上 躺到我们的心里 经历过这样的场面 每个士兵都放弃了求胜的激情 和庆功的愿望 他们唯一的目标 就是能够沉默无言地活下来 为此 他们的行动都是下意识的 当炮弹飞过来的时候 他们下意识地卧倒 而当敌军出现的时候 他们也是下意识地发动攻击 冷酷无情 在另一场对法军的短兵相接的战斗中 博伊尔默等人 追上了一个年轻的法国兵 这个人举起双手 一只手里还握着左轮手枪 博伊尔默刚想问他 到底是想开枪还是想投降 旁边的战友就一铁锹 劈开了他的脸 另一个法国兵健壮 刚要跑 后背就中了一枪刺 他就带着这枪刺 跌跌撞撞地跑开 只有那些扔掉枪 直接跪地的法国兵 才能被俘虏 跟着一起运送伤员 还有一次 博伊尔默在前线隐蔽的 一个大弹坑里 忽然间 一个走错了地方的法国兵 重重地落在他的面前 他想也没想 就拿起刺刀 朝对方身上刺去 法国兵当场就倒下了 看到这个敌兵垂死的样子 博伊尔默心里忽然产生了不安 他赶快去咬了一碗水给那个人喝 又用自己随身带的药物给他敷伤口 他心里想着 自己日后也可能被法国军队俘虏 那么这个法国人若能活下来 到时候他或许还能为他说句好话 可是几个小时后 这个法国兵死去了 博伊尔默翻检他的遗物 从中得知 这个士兵原本是印刷厂的牌字工 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有妻子 也有女儿 博伊尔默对着死者 默默许诺说 我会写信给你妻子 说明当时的事情 以后我挣到了钱 也会寄过去作为赎罪 这次遭遇 对博伊尔默的内心冲击很大 第二天 他忍不住把这件事 对他的两个战友 卡特和阿尔贝特说了 这两个人就安慰他说 不要太当回事 如果太重感情 我们都无法在这样的战争里 存活下来 于是博伊尔默的感情波动 慢慢平息了 他不再强烈自责 而是达到了心理平衡 在求生保命的重压之下 博伊尔默的心灵 遭受着一次次的魔力 没有哪个士兵 是纯粹的冷酷的杀人狂 他们仍然各有真情流露的时刻 有的士兵 一想到自己再也回不去的 平静的少年时代 就会悲从中来 有的士兵 在拿到香烟的时候 会突然站起来 把香烟扔在地上踩碎 嘴里不停地咒骂 有一个叫德特林的士兵 他平时对他人的阵亡和受伤 习以为常 可是他家在农村 饲养各种牲畜 尤其对马深有感情 因此 当他看到战马被炮打伤 肚子上拖着长长的肠子 痛苦地丝鸣挣扎 就愤怒地咆哮说 我真不知道这些可怜的马犯了什么罪 让牲畜参加战争 这是最最卑鄙的勾当 但小说中最动人的情感 无疑还是连队里士兵结下的兄弟情谊 他们在生死完全无常的情况下 仍然寻找一些能一起欢乐的时刻 他们一起打牌 一起抽烟 一起嘲笑用谎言蛊惑他们的学校老师 一起对付滥用权力 虐待士族的军官 他们在一场血战过后 忍着死尸的恶臭 结伴去捡法国人扔下的照明蛋 把绸布降落伞取下来 有的寄回老家 让家人做衣服 有的直接带在身边 用作手绢 在伯伊尔默的战友中 卡特最有威望 他是个老兵 性格豪爽而能干 当连队开拔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时 卡特能给弟兄们找来肉食 有一次卡特和伯伊尔默 在从司令部返回的路上 趁着附近炮火轰鸣 去司令部的一个牲畜棚里 偷出一只鹅 在烤鹅肉的时候 疲惫不堪的伯伊尔默 倒在地上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 只见卡特的身影 正笼罩在他的脸上 他一时间觉得 自己的孤独缓解了很多 不禁流下了热泪 卡特笑隐隐地告诉他 鹅烤好了 他们一起吃鹅 互相把味道最美的鹅肉推给对方吃 最后 他们又把余下的一半鹅肉 带回去给连队的另两个弟兄吃 一个叫恰登的士兵吃完后 意犹未尽 他端起锅子 一边巴达巴达地喝着卤汤 一边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和豪爽的卡特相比 伯伊尔默 是一个心思更为细腻 更容易动感情的人 他会在睡梦中 因为梦见一朵鲜花而流泪 也会端详早晨 飞进战壕里的两只蝴蝶 前面说到 科莫里希在野战医院里 奄奄一息的时候 米勒想要拿走他的靴子 可是 伯伊尔默 一直守在科莫里希的身边 看着他双唇刷白 牙齿外露 肌肉在萎缩 颧骨高高怂起 额头突出 而两眼下线 他明明知道 战友已经活不了多久 却仍然不住地安慰他 他说 你放心 现在甲脂技术已经很发达 而且比你严重得多的伤 也都治好了 他又说 你也许会被送去 科罗斯特贝阁疗养院 那个地方就在一座座别墅之间 你可以平窗眺望 现在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 傍晚的田野 沐浴在阳光里 看上去如同珍珠母一样 他说着说着 就看到科莫里希在哭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流逝 所剩不多 突然 科莫里希开始呻吟 偷偷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响 博伊尔默赶快叫来大夫 大夫根本不管 他又叫来卫生员 卫生员平静地说 从今天到现在 已经死了16个 算上你这个 今天肯定得死20个人 听到这话 博伊尔默气得发抖 可他只能一直守在占有床边 直到他咽气 后来 每次遇到下雨 博伊尔默就会想着 科莫里希的坟墓 想着那里 又会长出怎样的花草 可是 感情再深的弟兄 也会慢慢变少 到了小说的第三部分 博伊尔默的连队 历经战斗 只剩下32人了 不少阵亡和负伤的战友 都是有加小的 而博伊尔默对家和家人的眷恋 也与日俱增 就在这时 他终于得到了一次休假的机会 他在其他人羡慕的目光下 启程回乡 去看他的父母和姐姐 他跨着步枪 背着行李 搭乘火车 看着沿线的一棵棵树朝后退去 一个个车站被甩在了身后 他到站了 下车后 走在故乡小镇的街道上 逐渐回忆起那些 被他遗忘了太久的事物 河水依然浮满了枣泪 晾晒地流淌 烫衣女工依然在运烫衣服 运斗的热气从窗户中涌出 他喜欢的甜品店依然开着 药店 杂货店也仍然在那里 最后他打开了一扇门 把手已经损坏的棕色的门 一股凉气扑面而来 他模糊了双眼 故事来到了高潮 这里就是他的家 大姐出来问候他 他竟然一时眩晕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的妈妈躺在床上 病了 他去看望妈妈 两个人并没有多少话说 妈妈只是嘀嘀说了一声 我亲爱的孩子 然后又问他 前线的情况是不是很糟糕 家乡的其他人告诉他 为了支援前线打仗 他们的日子都过得紧绷绷的 人们也都跟他打听 各种战场上的事情 他的父亲更是问他 是不是跟敌人白刃格斗过 柏伊尔墨转身就走开了 他不愿提及那些血肉横飞的场景 只有面对妈妈的问题 他才动情地说 不 妈妈 前线不是很糟糕 我结交了很多好弟兄 他去看望了科莫里希的妈妈 那位可怜母亲 一边摇着柏伊尔墨 一边悲痛欲绝地问 为什么你活着 他却死了 你们看到他死时的样子吗 他是怎么死的 你知道吗 柏伊尔墨又得知 自己当年的老师 也被争调为预备一士兵了 老师夸夸其谈 鼓动他们去投身一场伟大的战争 如今轮到他自己了 柏伊尔墨又回到家里 来到自己的房间 那里安安静静地 他重新坐到他熟悉的长沙发上 看着书架上 他用自己做兼职家教的辛苦钱 陆续买回来的书 他对这些书发出殷切的呼唤 请你们接纳我吧 收容我吧 让我往昔的生活回来吧 他想到 自己要是能活到战后退伍了 就仍然会回到这间房间里 坐在这张长沙发上 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柏伊尔墨的愿望 到底也没能实现 小说的最后一章告诉我们 到1918年秋天 跟他一起入伍的同一个班的同学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了 每个人都在谈论和平 所有人都在等待停战 谁也不敢想象战争如果依然持续下去 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他没有等到停战到来 就在当年的十月阵亡了 而那一天 军队指挥部的战报上 照例写着 西线无战事 小说西线无战事的主要情节就是这样 作者雷马克通篇以一位德军士兵的视角 叙述他的参战经历 体验和真实的心声 战争没有给他带来任何 他曾经幻想过的英雄气概 相反 毁掉了他的一切 把他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变成万念俱灰的愤世者 从积极面对生活的人 变成时刻恐惧着死亡的人 他为了求生而杀敌 最终还是逃脱不了阵亡的命运 他的战友一个一个地离开 他也只能追去另一个世界 同他们再许弟兄情谊 雷马克描写了炮火之下的战场 落满断枝残骸的弹坑 描写了毒气 描写了人的内脏飞溅到树上 脑浆蹦出的样子 描写了血水如何在战壕里流淌 野战医院里伤兵如何呻吟 被炸伤的战马怎样狂奔 面对这样一个个场景和细节 我们无法不厌恶战争 无法不为那些不幸卷入战争的人的命运 感到揪心 但雷马克自己说 他写得已经很温和了 真实的战场画面比小说还要严酷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得相当突然 在它爆发之前 欧洲已经有三十多年 没有发生过大型的战事了 欧洲人也为此欢欣鼓舞 觉得和平和繁荣可以持久下去 然而从1914年夏天开始 幻梦彻底破碎 德国 奥匈帝国 英国 法国 俄国 这些欧洲大国都把他们最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推上了战场 断送了他们的生命 在雷马克看来 这一代年轻人的痛苦遭遇是不容抹消的 可是当战争过去了十年之后 右翼号战势力在德国抬头 他们利用了民众对一战战败耿耿于怀的情绪 开始鼓噪复仇 并且刻意淡化 一战中士兵和平民的噩梦体验 雷马克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他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 他只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就一口气写完了西线无战事 因为他的心中充满了不平之气 他看到 就连很多经历了战争的人 今天都在歌颂德国士兵作战如何英勇 他们修改了对战争的记忆 忘了那些恐怖的日夜 而一味地谈论德国人的英雄事迹 1930年 根据西线无战事改编的电影 在柏林上映 但在当年年底被纳粹分子禁言 当时德国国内已经弥漫着好战的氛围 1931年1月 雷马克发表了一份声明 他大声警告说 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他们并没有留下遗嘱说 要为他们报仇 他们只是想说 永远不要再来第二次 然而不久 雷马克就在右翼势力的威胁下 被迫离开德国 他去法国避难 接着又在瑞士定居 两年后的1933年1月 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执政 立刻着手扩张德国的霸权 并迫害像雷马克这样的反战者和进步文人 他的书被查抄和当众销毁 雷马克身在瑞士 甚至都险遭暗杀 1938年 纳粹德国宣布剥夺雷马克的公民权 1939年3月 雷马克流亡美国 之后加入美国籍 1939年9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西线无战事 未能阻止战争的车轮再一次开动起来 但是雷马克卓越的预见 以及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 却由此愈发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在二战结束那年 雷马克在美国出版了凯旋门 小说叙述的欧洲流亡者的故事 再次掀起人们的阅读热潮 1967年 联邦德国授予雷马克大十字勋章 表彰他的作品对人类做出的贡献 有意思的是 电影《西线无战事》 在德国遭禁后又在美国上映 之后获得了五项奥斯卡提名 并成为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奖的战争电影 人们对于来自敌军德国士兵的同情 证明了四海之内皆兄弟 战争对任何人都是地狱 一战已经过去一百多年 而文字的力量却使得我们 对一代欧洲青年人的命运感同身受 残酷的战争会塑造人 我们如今的成长和生活环境 也一样在塑造着我们 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年代 我们何尝不需要保持 雷马克式的感受力 让我们的记忆充满真实的体验 拒绝主动的遗忘和被动的篡改 那是我们的财富 使我们在新的变数面前 头脑清醒 明辨是非 好 雷马克的长篇小说 西线无战事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